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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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我们在从法剧经故事集里面 来学习佛陀的法语教化 还有当时真人真事 随习佛法的经历 这个单元我们已经进入第十三品 世间品 在第十三品世间品里面 我们进行到第六个故事 故事的法语 谈到的是照作恶业后 再以善业补救的人光耀世间 如明月无云意 从法剧里面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内容是要强调 虽然有先做了恶业 可是愿意改正 能够再用善业来补救的人 那只要它能够有善业的善果 那它同样是可以光亮这个世间 也就是用它的修正 还是可以让我们这个世间发光发亮 就好像天空的明月一样 没有云雾来遮障 所以这样子的法语 它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也就是像儒家所说的说 熟能无过 善莫大焉 能够改 那就是最大的一个优点 所以在这里 在修行的角度也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可能在无名的时候 我们会造恶 我们有各种的贪生吃的烦恼 可是我们知道的正法 我们愿意去修行 去改正 那这样子我们还是一样 可以有成就的 所以在佛法的教化里面 都是鼓励人 还是要从自己的经验里面 来学习改善自己 勇于改过 那这个法语的故事呢 它的题目是 郑圣果的杀人凶手 这位主角 就是我们一般 大部分都会听过的 央绝罗 那通常呢 称他是央绝罗的杀手 因为呢 他就是把人杀了 然后呢 砍这个手指头啊 串成一个花蔓 挂在他的颈子上面 所以在佛经里面 对于央杰罗的这个故事啊 有很多的版本 那有的内容呢 也有一些差异 那我们就先按照 法剧经故事集里面 所描述的内容 来做了解 最主要的 也是在从他的过去的经历里面啊 能够改正他的恶行 那最终呢 他也正了欧罗汉国 所以在故事的一开始呢 先提到的是 央杰罗的本名 就是阿伊撒卡 那这个名字呢 其实也就是 非杀害 也就是不杀害 这样的意思 那他出生在 一个婆罗门的家族 他的父亲呢 是乔萨罗国 波斯尼王 他宫廷里面 一位祭司啊 那他的父母亲呢 也是苦心的要教导他 只是因为呢 他们的家族是婆罗门啊 所以呢 他们也没有真正学佛 所以呢 就送他到坦萨斯罗 就是印度的北方的地方啊 就是接受受教 那当时他的这个老师啊 算是在印度 以佛法来说啊 他当然是属于外道啦 可是内容是学什么 我们就不是很了解 只是呢 这位央杰罗 他本来的名字是叫做 阿伊撒卡 就是菲沙 那他个性呢 是非常的 就是良善 而且呢 他很聪明 对老师也非常的服从 所以呢 他得到老师跟他的师母啊 就是非常的喜爱 那也因为呢 他受到老师特别的喜好啊 所以呢 就引起了学生的嫉妒啊 所以呢 就向老师来诬告 说这位阿伊撒卡 他跟这个师母 就是他老师的太太啊 这个有不正常的关系啊 那这个部分呢 在不同的经典里面啊 也有不同的记载 有记载到的是说 这个老师的太太啊 其实呢 是对这位阿伊撒卡 非常的喜欢 所以呢 就想诱惑他 所以 这个 是不同的写法啊 那总之呢 那这位师母 就是对阿伊撒卡的喜欢啊 就想引诱他 可是呢 这位阿伊撒卡呢 他对老师很尊重啊 所以也不敢有非分的行为啊 结果呢 这位师母呢 就是对他呢 反而陷害 就跟老师呢 就是陷害说 这个阿伊撒卡 对他不礼貌 所以呢 让他想要去自杀 所以 这两个的版本呢 是不太一样 可是呢 这个结局是一样的 也就是 老师呢 对这个阿伊撒卡 就产生了反感 那 想要把他杀掉 可是呢 他又怕这位阿伊撒卡 就是恐无永利啊 然后他老师要杀他 恐怕呢 也没办法说 就用他的力量把他杀死 所以这个老师呢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想让这个阿伊撒卡呢 去犯罪 然后呢 就让国王啊 可以去制裁阿伊撒卡 那 这个方法呢 也就是 老师告诉阿伊撒卡 他说 我今天要传授你一个 秘方啊 也就是 非常的 这个快速的方法 那如果你去 执行这样的方法 那你呢 就可以承到 那 阿伊撒卡呢 他因为一向对于老师 都很尊崇啊 所以呢 他就 仔细听他的老师 告诉他 到底是什么方法 结果呢 他的老师告诉他说 你要去杀一千个人 然后呢 你杀了这一千个人呢 每一个人杀了以后呢 你就砍下他的 一根指头啊 然后呢 就 作为 证明 然后呢 这一千个指头呢 就要 交还给 这个老师啊 那当作呢 这个老师对他的 用心的教导啊 然后呢 他也得到 就是 这样的一个秘密的法门啊 所以呢 当时这个阿伊撒卡 他心里是 有一些的怀疑啊 他也不太愿意 因为他本身呢 他的个性 是很温良的 可是他呢 对老师又很尊崇啊 所以呢 他也不敢 违抗他的老师啊 所以他就开始杀人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杀了的人的指头啊 就把他砍下来 那砍下来 本来呢 是挂在这个树上啊 可是呢 鸟啊 就 会把这个指头呢 就把他吃掉 所以呢 这个阿伊撒卡 他就改作把他串起来 所以串起来的这些指头啊 就干脆把他当作一个项链啊 就挂在他的这个颈子上面 然后呢 他也是可以 很明确的去数看看 哇 到底有多少的 这个人头 这个指头啊 就代表他杀的人的数目啊 那么 他的这个行为呢 也可以说 震撼的当时啊 这个 波斯内王 就是乔萨罗国啊 因为 也有不同的版本呢 就是记载说 他是就在城门啊 就是见人就杀 然后 也到树林里面也去杀 因为 他要凑逐这一千个人嘛 所以呢 他的心呢 对于老师的尊重啊 所以他非常的 就是积极的 就是要赶快 就把他 这个 对老师的 这个吩咐啊 要完成 所以呢 他这样的杀人 这个杀人行为呢 就是在这个 乔萨罗国啊 就传出去了 大家呢 就 传说呢 有这么一位 殃爵魔啊 所以 这个名字 他其实也就是说 把指头串起来 当作花圈的 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样的人呢 实际上 他的意思也就是 杀人魔的意思 那他呢 就是 因为杀人杀了 好像自己本身啊 也 失去了这个人性啊 然后杀人杀了 变成 就好像一种 习惯的动作啊 所以 这个消息呢 就传到了这个国王那里啊 那国王呢 就知道 有这样子的一个 凶狠的杀人魔啊 那也要去逮捕他 那当这个国王 有这个逮捕令下来啊 应该就是有像我们中国的古代啊 就好像贴着这个 要悬赏的这个 这种告示啊 那他妈妈呢 就知道了 他妈妈的名字呢 叫做 玛塔尼 玛塔尼 那他听到了这个国王啊 下命令要去 就是这个乡下 要去抓他的儿子的时候呢 这个母亲啊 他也就是拼老命啊 就赶快呢 到处要去找这个 央节魔啊 要去劝导他 去救他这个儿子啊 就是免于被国王 就是捕捉啊 那这个时候呢 央节魔的这个 这个项链的这个手指头啊 已经有999只 也就是1000个 就差一个人头 也就是再杀一个人 然后砍他的一个指头 就够了 那么 这一天啊 这个在经文里面所记载的 也就是一个事件很重要的 转变的这一天 那主要的呢 也就是 佛陀 他每一天清晨起来啊 他就会观察 这世间啊 有什么人 他的根基呢 就要 正到这个圣果的 那佛陀呢 就会呢 视线去度化这个人 那这一天早晨呢 佛陀也是观察世间呢 就是 正好 就是观察到这个央节魔 这样子的一个根基啊 而且呢 佛陀所观察的是 央节魔这一天啊 他一定要去阻止 阻止这个央节魔 因为呢 这一天呢 就是央节魔的母亲呢 会找到他的儿子 那如果佛陀不去阻止 这个央节魔的话 那么这个央节魔就会 把他的母亲也杀了 所以在一个佛经的 记载里面啊 不同的版本呢 就有记载到里面的 详细的内容 就说 当时啊 这个母亲找到了央节魔 那这个央节魔呢 他当时呢 只差一个人 所以呢 他心里很急啊 他心里就想说 那我要是看到任何的人 我一见呢 我就要把他杀掉 赶快来凑足我一千个 的这个指头的这个数目 那当时呢 就是看到了一个人影 虽然是像他的母亲 可是呢 他也觉得呢 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要把这个人杀掉 那么这个不同的版本就有记载说 哎呀 这个母亲呢 看到这个儿子啊 他想劝他 可是这个儿子还是要杀他 那他这个母亲说 那不然 我的指头给你砍掉好了 你不要杀我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佛陀出现了 那这个是不同的版本啊 可是呢 在我们这个法剧经的故事集里面啊 他就提到的 就是说佛陀呢 他比他的母亲还更早 就是出现在央杰罗的地方啊 因为佛陀呢 他的慈悲 就是一方面看到央杰罗 可以有正果的根基 然后一方面呢 就要阻止他杀害他母亲 再一方面呢 也要阻止 央杰罗 再继续造这样的恶业啊 那他就会受很大的苦暴啊 所以呢 佛陀呢 就出现了 那当时呢 央杰罗啊 因为他已经经过了 杀了999个人啊 他本来的这个身体啊 很强壮 然后气力啊 也是空无有力啊 可是呢 经过了这样子的长期的杀伤 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疲惫啊 整个人呢 就好像是 要崩溃了一样啊 所以呢 他自己的这个心也是 非常的焦虑啊 所以当时佛陀出现了 那他就 高高的举起他的这个刀子啊 就要去砍杀 就是他见到的这个人啊 因为他也不认识佛嘛 他是一个外道的弟子啊 所以呢 他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呢 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本本啊 如果两个都有可能的话呢 那就是他本来是在跟他的妈妈 这样子讲 然后呢 就是又看到一个人 那他干脆呢 就去追杀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人呢 也就是佛陀 所以呢 他追赶过去 想要杀害的时候啊 他就觉得 他就觉得好像就快要追到了啊 他从后面去追嘛 可是呢 他总是呢 没有办法真正的追到 因为呢 因为呢 这前面的这个人啊 永远走在他的前面 他越追呢 这个人呢 就一直都在他前面这样子走 然后他看清楚是一位出家人啊 他就大喊 他就说 哎 必须啊 停下来 停下来 因为呢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有人比他走得快啊 他都追不上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佛陀啊 就回答一句话 他说 我已经停止了啊 是你自己 未曾停止 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啊 这个 阿依萨卡 他也听不懂啊 他当时 就是急着要追佛陀啊 要杀他啊 他也不认识他是佛陀啦 他只是认识 他是出家人 是一位比丘而已啊 所以他当时听了佛陀 告诉他说 哎 佛陀已经停止了 是他没有停止 哇 这个时候呢 他就问佛陀说 哎 比丘啊 你为什么说 你已经停止 而是我还没有停止呢 那佛陀就告诉他说 我 这是指的佛陀啊 佛陀说 他说的 他已经停止啊 是因为呢 他已经不再杀害众生 他也呢 没有称恨众生 而且呢 他的心呢 是充满了无限的爱心 耐心 还有智慧 那反过来呢 佛陀说 而是你呢 还没有放弃杀害众生啊 还没有放下 称恨众生的心啊 而且呢 而且呢 你的心 没有爱心 跟耐心 而且呢 你这样子的状态啊 是还没有停止下来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佛陀啊 这么有智慧的话语啊 想要度化他 那阿依萨卡这位 秧吉罗摩啊 他听了佛陀的话的时候呢 他心里也马上 有一阵的这种感触啊 他就思考说 这样子的话 应该呢 是只有智者才能够说出来啊 这个比丘呢 他是很有智慧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啊 而且呢 他非常的勇敢啊 因为他也不怕他杀啊 所以呢 这位秧吉罗摩啊 他就思考说 这位比丘啊 一定是一位 领导者啊 那他应该就是 一般说的佛陀吧 那这表示呢 这个秧吉罗摩啊 他也听过佛陀 只是他没有见过 所以他当时在心里啊 他就会思考到说 这样子有智慧的人一定是佛陀 因为他讲到说 他已经停止了杀害众生的心 也没有对众生的称害的心 而且他的心是充满了爱心 耐心还有智慧 而是杨洁罗摩呢 他本身没有停止 所以这样子的对照啊 杨洁罗摩啊 他自己也算是有一种慧根啊 所以当时他听了这个话 他就没有急着要去杀人 而是呢 他就可以去领会佛陀的教导 所以他认为说 哇 这样的人呢 是有智慧的 他一定是佛陀 那么他还想到说 这样的人啊 出现在这里 他一定是要来 引导他重建光明 让他能够改善 所以才会特别呢 就出现在这里啊 所以他这么一想的时候呢 他就赶快把这个 他手上的这个武器啊 他的刀子放下来 然后呢 他也请求佛陀 让他加入生且 在这里呢 也就是一个 很戏剧性的转变 本来是一位杀人魔 然后呢 他就剩下一个人 就凑足了 他的老师 要他完成的 杀一千个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 他的义务啊 他的责任 那结果呢 佛陀出现了 就为他开示 他一听也听懂 然后呢 马上心里啊 对佛陀起了 无限的敬仰 而且他觉得说 哎 这个是真理 所以呢 他马上要求呢 那佛陀让他加入生且 那在其他的版本的经典里面啊 对这个部分啊 有特别的记载 也就是呢 当他跟佛陀要求要出家 加入生团的时候啊 那佛陀呢 就对他呢 表示欢迎 佛陀说 欢迎你加入生团 结果呢 这位央杰罗摩呢 他的就 他的虚法自弱 所以这个记载啊 也是有关央杰罗摩 他有关的一些记载的 就是特殊的内容 让我们就是流传下来的部分 也就是他的发心 然后佛陀马上说 欢迎你加入生团 他就虚法自弱 就不用帮他剃度 他就 他的胡子啊 他的头发 因为印度的人 这个头发也是留很长啊 然后胡子也是留很长啊 所以呢 这个 也是一个特殊的内容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一个转折的地方啊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单元 就是介绍了央杰罗摩 他从阿伊撒卡去杀人 然后呢 遇到佛的教化而出家 那后面的部分呢 还有他努力修行 还有关的这个内容的记载啊 我们就等下一个单元再介绍 那我们让我们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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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